5.男祝贺男祝贺给人的感觉 很阳光,很具有校园青春气息,容貌清秀,笑起来很好看 五官很端正立体,棱角分明,身高188,拥有8块腹肌身材健美 男祝贺热爱运动的习惯,特别是游泳哥打篮球 让他的肌肉很结实 男祝贺在当演员之前是位行走踢台的模特 在一场模特大赛中脱颖而出才踏入演艺圈 男祝贺在大部分的影视作品里都是演的运动波的大暖男 性格调皮,但又不失男人味,希望以后可以往多元化方向发展 虽然是新人,但是相信凭借阳光帅气的林家大男孩形象以后 一定会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四,李忠硕单眼皮的小眼睛掩起细盖 却男的情深无可挑剔的牛奶剂 让他看起来很干,竟有一种无瑕的纯洁感 天生厚重的粗眉,使他的五官十分浓烈红润的唇色 更给五官带来几分颜色 李忠硕是一个很好的演员,虽然演技什么的还不够 但是至少他一直专注做演员而不是做偶像 接的剧大都很棒,不是脑残剧 我相信他未来会更好,人气演技都会继续上升的 三,朴海正朴如巴已经33岁了 十年如一日的童年也藏不住一些老去的小细节 虽然看他在中国拍的那些国产剧衣 就有着浓浓的黑历史气息 虽然他错过了在小鲜肉的最佳保质期 年龄段大红大紫的机会 但现在爱上他,一点也不玩撒乱黑 奥曼的二,金秀贤当所有人都沉迷在他的角色 演技,声音,相貌,等等一切让人感觉无比美好的情境里时 他宠辱不惊,进退友谊,真诚踏实,从不失态 坐视清全身之力,对得失却淡然处之 得知我性,不得我命 他的清醒克制令人震惊,又不得不佩服 他一定有长远的人生规划和目标 有决心和野心,有实时的行动力和超人的自制力 这就是金秀贤 一,宋仲基外热内冷,八面玲珑 野心勃勃,脚踏之地,必杀记 冷静温柔的聊妹,很缺怨风 建立在他很了解女性心理和很聪明的基础上 擅长经营和男性的感情 外表身是幽默开朗 还自带一种略妖娇的吐槽气质 对熟悉的朋友会发挥到极致 跟女性相处时自然不尴尬 但不容易发展成桃花的那种男性 不轻易表露真实的感受 对熟悉的吐槽